这是一段从肃反到文革的回忆 欢迎收听长篇纪实文学《一滴泪》 作者 乌宁坤 演播 宇天 春节过后 社员们开始准备春耕生产 我们上午下地和社员们一起劳动 下午政治学习 为落实政策做准备 红卫兵和公宣队师傅们不时找我们单独谈话 或是在会上告诫我们要主统倒豆子 彻底交代问题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的口号 重复到让人作呕的程度 四月的一个雨天 我们被领到镇上的救习院参加全校大会 一个破败污秽的场所给安大的师生员工挤得水泄不通 舞台上方挂着一条大红布的横幅 上面有用墨笔写在八张正方形白纸上的特大后大字 安徽大学宽延大会 军宣队头目 校革命委员会主任主持会议 首先宣讲 在当前政治运动中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一百多名牛鬼蛇神 已经被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的革命群众揪了出来 他宣称 举行宽延大会将把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证明党的政策无比英明正确 最后号召罪犯走坦白从宽的生路 不要走抗拒从严的死路 接着 宫宣队头目宣布四个从宽和从严处理的名单 从宽处理的第一人是化学系助教 牛鬼大队 王大队长 反右运动中 他在复旦受过批判 但并未化为右派 后来由于人事工作中的错误 他被误认为右派 应语平反 据称 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 从宽处理的第二人是老党员副校长 他在学生时代被国民党警方逮捕 曾供认自己的共青团员身份 这是个早已处理过的陈年旧案 本人也从未否认过 他的宽大处理包括从行政九级降至十八级 重新分配到数学系当行政助理 从严处理的第一人是老党员孙教务处长 和我有同朋之仪 他早年参加革命 也有被逮捕的遭遇 现在人家拿出一张国民党时期的旧报 上面有一份被捕的共产党员退党的声明 名单中有一个名字 和他一样 他一直失口否认他当过叛徒 他的处分是撤销原职务和行政级别 每月发生活费三十元 这时候 公宣队头目大声吼叫 把反革命敌特带出来 全场骚动 大会进入高潮 两个武装的标型大汉把一个剃光了头的小老头子 推到舞台中央 老人低着头 一个大汉喊道 抬起头来 沈瞎子 我一眼看出 从上次在校园里的批斗会以来 他衰老了许多 我的心往下一沉 随即 我听见公宣队头目宣读他的罪行和对他的判决书 他的罪状包括 第一 1937年为国民党情报机关工作 第二 文革期间疯狂反扑 多次张贴小字报 抵赖自己的罪行 由于反革命敌特顽固不化 判处劳动改造五年 公宣队头目问他 你认罪吗 沈讲师摇摇头说 不 我没有犯罪 没等他把话说完 观众发出了雷鸣般的怒吼 打倒沈瞎子反革命 武装的飙行大汉 一面往他手里塞一支钢笔 一面说 不管你认不认罪 你在逮捕镇上签字 瞎子尖声喊道 我不签字 反正我也看不见 武装大汉一把抓住他的右手 把食指按进一盒印尼 然后纳在逮捕镇上 革命师生员工又喊了一阵口号 宣判后的罪犯被武装大汉拖下舞台 我跟着拥挤的人群慢慢走出会场 看见沈瞎子在雨中孤零零地站在外面一辆卡车上 等待被押回合肥和任人摆布的厄运 炎然是对那些把他推入这个深渊的力量的无言的谴责 革命师生 公宣队军宣队 熙熙攘攘从他身旁走过 有说有笑 仿佛刚看完了一场轻松的演出 现在该去小馆子包餐本地风味了 宽颜大会 标志着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一个新阶段 牛鬼重新按戏别集中在乌江中学 教室站坐牛棚兼斗鬼场 为了从宽或从严处理做准备 人人轮流做最后的坦白交代 由朋友指出其中的漏洞和前后矛盾的地方 再做补充 一周之后 大多数牛鬼回到各自的科系 文革语言称之为回到革命群众中去 听后处理 各系牛棚解散 牛鬼也分散住到社员家 茂教授和我相依为命仍住原处 由俄语一年级学生陈宇监管 三人各睡一张竹床 这位红卫兵爱读中外文学作品 如今可以躺在床上和两位文学教授夜话 也是斗批改的意外收获 茂老是明末青出大儒茂碧江的后裔 家学渊源又毕业于俄文专修馆 精通中国古典和俄罗斯文学 他讲起话来口若悬河 有说不完的文坛佳话和个人意识 背不完的古典诗词 再加上他本人和钱钟书唱贺的旧体诗 听得小陈入迷 有时忍不住哈哈大笑 幸好我们的富农女主人和贫农男主人 一天劳动下来 一夜呼呼大睡 不受干扰 小陈贫农出身 粗眉大眼 性情耿直 不会溜须拍马 他晚上回来 往往讲一段他和公宣队师傅林麻子的最新遭遇战 林师傅不但对牛鬼严格要求 对红卫兵的思想和阅读也抓得很紧 有一天晚上 一进门 小陈就兴奋地说 嘿哟 我今天下午碰见林麻子 他看我手里拿了一本书 马上就问 小陈啊 你在看啥书啊 我说 《红楼梦》 他说 那是啥玩意儿啊 你应当学习毛主席著作嘛 我回答他说 这是毛主席推荐的伟大古典小说啊 他说 但是我不相信 他能跟毛主席著作一样伟大 对吗 嘿哟 我就不相信他自己读毛主席著作 靠踏实的那几个大字 小陈还告诉我们 工人师傅多半酗酒 晚上往往在一个本地干部家喝白干 经常鸣顶大醉 林买来的酒 一般装在用过的生理盐水瓶里 有一次 林麻子在路上 看到另一个师傅 从镇上回来 手里提着一个装得满满的盐水瓶 他三步并坐两步 走到那人跟前 一把抢过瓶子 拔下橡皮筛子 哎哟 我想喝一口 想得嗓子冒烟了 你可别拦我啊 说着 他把瓶子倒举过来 猛喝了一口 马上又喷了出来 呸 你他妈的 这是什么臭玩意儿 那个师傅哈哈大笑 哎呀 这是给我炉子喝的没油 活该 你他妈的瘫嘴的麻猪 笑话 马上在社员和大学生中传开了 小陈最后说 哼 即便他们想读啊 他们怎么能找到时间读书呢 有一天很晚了 老茂和我 已经上床睡觉 小陈还在暗淡的电灯下看书 林麻子 突如其来光临 满嘴酒臭 哎 小陈啊 你在看啥书啊 郭沫若写的 纪念李自成领导的 农民革命三百周年的文章 小陈回答 他想 这次大概没问题吧 不料林师傅又问他 哎 你为啥不读毛主席著作呢 林师傅啊 这是毛主席自己推荐的 而且是毛泽东选集的附录啊 哎 他能跟毛主席自己的著作一样好吗 哎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化身走后 只听小陈愤慨地自言自语道 老天爷啊 这些家伙能领导文化革命吗 第二天夜晚 小陈正在灯下入神地看中一本的历史小说 斯巴达克斯 突然听到邻居家的狗叫 他急急忙忙把书塞到枕头下面 打开了桌上的一本毛泽东选集 林师傅进来 看见他正在研读天下唯一值得阅读的书 满意地宣称 哎呀 小陈呐 我很高兴看到你听我的话读毛主席的书 哎呀 我很高兴啊 我认为呀 没有任何书能比得上毛主席著作 记住我的话 小陈 他一走 小陈忍不住要和我们分享他的乐趣 哎呦 老茂 老乌 这简直太妙了 我正在紧跟着斯巴达克斯骑在马上飞跑 躲避敌人的追捕 这时候 突然听到邻居家的狗叫 哎呦 我的心跑得比斯巴达克斯的马跑得还快 哎呀 多精彩的冒险 这个期间 仪凯有时从刘庄上乌江镇 来回路上往往来看我一下 小陈一见他来 就说有事到村子里去 我俩喝杯绿茶 讲点闲话 谈谈不在身边的孩子 或是揣测我们的前途 他每次都带一包五香花生米和几块茶干 他知道我爱吃这些小吃 他也跟我讲他住在一个贫农家的故事 主人老刘两口子带人很好 但是作为牛鬼家属 他受一个俄语女生监视 两人合睡一张不宽的竹床 这位金国小将站了靠墙的一边 睡得稳稳当当 让老师夜夜帽一翻身就会掉地的危险 更糟糕的是 夜里耗子在床上跑来跑去 一凯说 有一天晚上 两只耗子在我脸上打架 把我惊醒了 我惊叫了一声 吵醒了女将 我赶忙说对不起 她只说 怕耗子是缺乏革命性 反正我从来就没有革命性 第二天早起 我到水缸去咬水 洗脸刷牙 看到水面上 飘了一只大耗子 这次我没惊叫 跑去叫老刘来看 他伸手把死耗子抓出来 扔进垃圾堆 他说 没什么新鲜的 下次政治学习会上 我的床扮揭发我胆小不如鼠 抵制贫下中农再教育 有时候 仪凯的好友 俄语女教师江南 和他一到来 我们的谈话题目 离不开牛鬼会如何处理 依凯和我 早已习惯于党的反复无常 不再为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操心 可是江南忧心忡忡 因为他的爱人 老党员校工会领主席 在宽大会上 被宣布有严重问题 被押回校园单独监禁 严格审查 依凯和我 尽量安慰他 说他的问题一定会顺利解决的 虽然我们的乐观 是没有根据的 社员们忙于春耕春波 革命师生待在屋子里 没完没了地东拉西扯 谈论教育革命 红卫兵头目不准老茂和我参加讨论 命令我们二人执行生产任务 去生产队指定的一块地上种白菜 供食堂用 茂老从来没有下锅地 何况步履蹒跚 所有翻地种菜挑水挑粪的活 理所当然都是我分内的事 汤老人家高兴时 帮我浇浇水 施施肥 其实 巴掌大一块地 能有多少活 闲下来 坐在田头 目标太大 我心生一气 我俩还有看菜地的任务 于是在一处田梗下面 挖了一个洞 面向菜地 宽大足以容二人并坐 小小天地 不赤红色海洋上的一叶方舟 茂老大喜 称之为二牛桃花园 我干活时 他可以倚靠在洞中抽烟养神 或小睡片刻 我无活可干时 二人促膝谈心 他的话匣子一打开 你休想观起 这时我才知道 他早年在北平攻读俄语 因为系出名门 又人才出众 随意出入豪门 后来初始莫斯科 诗酒风流 名造一时 此刻置身桃花园里 远离批斗会的唇枪舌剑 茂老讲起往事来 津津乐道 毫无愧刺 有一次 我有心跟他开玩笑 就甭起脸来 给他上了一课 老莫啊 我看你的思想改造 开倒车了 你念念不忘你过去 腐朽糜烂的生活 说得津津有味 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足以证明 你坚持反动立场 老莫 我看哪 我非揭发你不成了 他也一本正经地答道 老巫啊 我低头认罪 我儿子在家里 也控诉我犯有同样的罪行 哎 他经常让我在 毛主席向前 低头认罪 我就合着他 就如同他小时候 我哄他玩一样 有一天啊 他命令我跪在 毛主席向前请罪 我觉得他搞得太过分了 我就说啊 你小时候 我从来没让你给我 给祖宗磕过头吧 有没有啊 这是老封建嘛 我儿子可乐了 他说 老封建 算你说对了 对你再合适不过了 你是封建于孽嘛 用你教我的一句话 这叫做 以毒攻毒 别废话啊 跪下 向毛主席请罪 我听了一惊 追问道 哎 老莫啊 你到底跪了没有啊 哎呀 跪了 我一想 六六那天夜里 咱们几十人 被赶到广场 在大庭广众之下罚跪 如今在自己私宅里跪跪 又有何不可呢 二话不说 我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等我爱人喊我们吃晚饭 我的腿啊 你麻木的站不起来了 嘿 还是儿子过来扶起我 一家三口 又坐到一起 吃了一顿 我爱人做的好饭菜 儿子还给我倒了一杯 红葡萄酒呢 多荒唐的闹剧啊 我又接着批他 老莫 你不但坚持反动立场 更严重的是 你完事不公 他理直气壮地答道 难道你不是吗 老巫 这个年头啊 除了完事不公 你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我跟他说 我大半生的遭遇 和他有天壤之别 我没有资格完事不公 我给他讲 北大荒劳改营的故事 还有清河劳改农场 饿瓢满地的景象 一半或许因为 他本人是书法家的缘故吧 听我讲起一个 年轻书法家 活活饿死的事 老人家 渲染涕下了 可是他随即倒打一耙 故作正经地说 老巫啊 你的话呀 我一句也不信 你很清楚 我们党 一贯坚持革命人道主义 毛主席他老人家 更是三令五身 抗日战争期间 从来不许虐待俘虏 解放战争时期 政策也完全一样 劳动教养分子 怎么可能受到虐待 甚至活活饿死呢 我看哪 要么是你凭空虚构 要么是你神经错乱 哼 我看我呢 非得检举你不成了 说完 他哈哈大笑 到了四月中旬 政治学习的目的是 如何贯彻四个伟大 关于干部下放的最高指示 广大干部到农村去 安家落户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势在必行 公宣队 军宣队头目 热烈赞扬伟大领袖 这一伟大战略部署的深远意义 号召广大教师 争取光荣下放 人人表态 热烈响应号召 可是人人都唯恐 这一光荣 烙在自己头上 实际上 下放对象 陷于那些解除专政的牛鬼 尚未解除专政的牛鬼家属 还有公宣队的眼中钉 一凯 在劫难逃 早在五月十日公布名单之前 就是公开的秘密了 当晚 一凯来给我报喜 第二天早晨 学校派大卡车 送这些光荣榜上提名的选民 返回校园 收拾行装 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 受我猪脸 被迫独自带三个小孩 流放农村 比起十年前来 更是每况愈下了 我对这伟大战略部署 感到茫然 我也无言可告慰我的妻子 我送他走回刘庄 在黑暗中 无言地告别 一凯一走 日子就更难过了 斗 劈 搞得差不多了 坦白交代也完事了 闲下来 我将被如何发落 成了我沉重的心事 或许为了改变单调的生活 七月一个大热天 我突然发高烧 路过的校医来看过我两次 给我吃了一些退烧的药 烧不退 反而上升 最后他决定送我去镇上的卫生院 住院治疗 正当我挣扎着从竹床上坐起来 准备走的时候 一凯突然牵着医村出现了 这是我六个月来 第一次看见这孩子 我好不容易才忍住眼泪 我又躺倒在竹床上 医村来到我跟前 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包 他打开一层又一层的纸 然后用两个小手指 捡起暗藏的宝贝 放进我嘴里 爸爸 这是我盒子里 最好的一块糖 我留给你 爸爸 好吃吗 我只能点点头 眼泪已经夺眶而出了 宁坤啊 你怎么回事啊 我发了几天高烧 你进门的时候啊 我正在准备去医院 你怎么会知道我病了呀 一看 我不知道你病了 也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吧 你算几天前 从合肥回家了 我就想带他来看你 你们好久没见了 孝医怎么说呀 哎哟 无名病毒感染什么的 让我去住院 仪凯看见我走不动 就把我放在自行车上 推到镇上去 把医村托付给金大马 我住进 已经有十几个病人的大病房 院长李大夫 心境解除专政 给我检查了一下 没做什么诊断 在几天低住抗生素之后 我退烧出院 仪凯才带着医村 回他光荣下放的村子 八月的一个下午 烈日当空 伊丁突然出现在我屋里 汗流浃背 伊丁啊 怎么回事啊 我惊慌地问他 你怎么会一个人跑来了 妹妹在合肥病重 来了个公宣队师傅 叫妈妈赶紧回去 我在湘泉中学 寄宿了一阵子 可是学校因为闹大水 不能按时开学 食堂关门 我没处吃饭 只得回生产队 在邻居孙奶奶家搭伙 她没多少东西给我吃 我一个人也孤单 我就决定来找你 你看他们 能让我待下去吗 你当然待下了 小陈插话 好 那就解决了 我放下了心 你说说 你怎么来到这儿的 嗯 我走来的 走来的 多远哪 几个钟头啊 嗯 我估计 四十来里吧 我歇息走走 出门很早的 一路上 吃了好多西瓜 一丁刚十三岁 大热天 在路上走了六七个钟头 金大妈对孩子的毅力 感到惊讶 给她做了一大碗蛋炒饭 当天夜里 她发高烧 第二天上午 小陈带她去看校医 拿了一包 富方阿斯匹林 和治中暑的草药 几天之后她好了 小陈带她去驻马河游泳 那是与刘邦争天下的 楚霸王的大军 硬马的地方 小陈顺便给一丁 上了一堂历史课 一丁的到来 不仅让我重想片刻的 天伦之乐 也丰富了老茂 和小陈的生活 我和投生的孩子 分离大半年了 她长大了一点 但是由于营养不良 跟同年龄的孩子比起来 还是矮小 她是自己学会游泳的 现在又有小陈 乐意当她的教练 我感到更高兴的是 小陈像个大哥哥一样 对待一丁 从来不让她觉得 她爸爸是归她监管的牛鬼 夏天的下午很长 没有学习或劳动的时候 我们就都躺在凉床上 小陈带头 大家轮流朗读一篇鲁迅作品 一丁也参加 有时候 我们会中途打住 议论其中的一段 或者弄清某个论点 一丁天生不爱多话 可会讲故事 几个月的幼儿园生活 给她肚子里装满了故事 有一天 她讲给我们听 一天早晨啊 过了早饭时间 阿姨发现我屋里 所有孩子都还在呼呼大睡 等他们都睡醒起床 阿姨问他们 为什么没有准时起床啊 他们都说 屋一丁讲孙猴子的故事 一直讲到很晚 我焦急地问她 你犯规挨罚了吗 她笑笑说 有那么点 老师们罚我 白天轮流给各个颁奖 小陈高兴地说 哎呀 那太棒了 你做了一件大好事啊 让那些被父亲母亲 丢下的孩子们开开心 我一向喜欢看西游记 不过 我好久没看过了 一丁啊 你也讲几段故事 让咱们开开心吧 我不放心地问她 小陈啊 这能行吗 嗨 没问题 孙猴子是毛主席表扬的革命者典范 红卫兵人人都要向她学习 讲吧 一丁 讲金猴的故事 这样一来 在让人懒洋洋地言下的下午 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讲童话 让三个躺在竹筏上 在狂暴的革命急流中 飘荡地成人开开心 有一天下午 一丁正在讲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 讲得有声有色 林麻子闯了进来 你们在干什么 他声色俱力地问道 啊 林师傅 这是老屋的儿子 来看他爸爸的 他正在给我们讲一个孙悟空的故事 小陈回答道 您知道 毛主席十分推崇西游记的 我知道 不过 你不应该跟 归你监管的对象 在一起玩闹 你应当监督他 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啊 这对这孩子也适用啊 小陈晚饭后过来 面有韵色 过了一会儿 他低声说 林麻子决定 不让一丁再待下去 说是对你的思想改造不利 对孩子也没好处 第二天一早 一丁搭小轮 去玉溪口 再坐火车 去合肥找妈妈 他还在那里 看护医毛 一丁一走 我们的生活 又回到单调的老一套 一日三餐 偶然的政治学习 菜地浇水施肥 白菜出现营养不良的迹象 红卫兵头目下令 叫我们多施化肥 菜倒是长得快一些 不过等到老茂和我把收割的白菜抬到火房 菜叶子已经由绿变紫了 胖厨师看了一眼就说 你们把这个送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这哪是蔬菜嘛 明明是匹菜嘛 抬走 于是茂老教授和我 又把我们的劳动果实送进垃圾堆 我觉得自己 也像一件等候处理的废品 感谢您收听 有声纪实文学一滴泪 欢迎订阅雨天的频道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